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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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关右侧是这种按压式就能打开的鞋柜 格子非常的多 鞋子随便放都有空间 往里走 左边的房间是盥洗室和浴室 新装的设备确实可以免除很多烦恼 基本功能都包含 空间使用效率也很高 放洗衣机的旁边因地制宜打出的一套柜子 清洁用品都可以囤放在这里 里面是浴室 干湿分离 清爽干净 这个房子的走廊也没有那么狭窄 看起来也是比较适宜的宽度 马桶后面摆照片的地方感觉有点迷 这里可以放一些厕所读物 卧室面积不大 但非常的干净温馨 还有一个大衣帽柜 但这个屋子不是一个方正的结构 阳台就变成三角形了 外面看出去也没有太多的遮挡 阳光非常好 客餐厅这么一布置 看起来很有感觉 小空间也可以把客厅 餐桌和厨房有序分离 墙内打出了另外的储物空间 客厅可以去往另一个阳台 这个屋子虽然是不规则的 但是客厅的这一圈弧形给屋内增添了更多的采光 厨房还是很宽敞的 全新装修的操作台 功能集成于一体 看起来很有做料理的欲望 虽然这个屋子面积不大 但仪式一听位于大学学区 看起来是比较适合年轻人居住的 你觉得如何呢 快来留言发表意见吧 我们下期下一期的一期的房子 给大家去看看 您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给大家看